早安你好 欢迎收看中天新闻 我是卢生方 新闻一开始 先来关心今天上午最新的消息 曾经在2006年亚洲杯花式调酒赛 夺下冠军的这名游姓男子 没有想到呢 昨天晚间他人到夜店 因为看到一名香港籍的客人 骚扰女子遭到围殴 他主动出面劝架 最后居然在混战当中被打死了 到底目前最新的情况如何呢 我们立刻连线一个记者包金颖来为我们掌握 那么刚刚是林亚区的一家POP发生酒客斗欧的事件 那么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是在POP外面 马路上的一个监视器的场景 那么在画面当中这个穿白色无袖上衣的女子呢 她是遭到一名香港客人的骚扰 那么引起这个女子的先生非常的不满 立刻带人呢去打这个香港客人 那么画面当中可以看到这个香港客人呢 是被打的跪地求饶 不过呢对方呢可能双方喝了酒 所以呢这个引起了一场混账啊 那么事实上呢当时在POP里面发生这个冲突的时候 在吧台里的酒保游港仙 她看到了这起冲突立刻是向前要制止啊 结果没想到呢这个游港仙 她是被了双方人马误认是对方人马 所以呢有人把她团团给围住啊 那么在吧台甚至有人拿着她的头呢 去撞这个吧台的桌子啊 所以造成这个游港仙她呢就是当场口吐白沫陷入昏迷 那么送一之后呢是当场不治啊 那么事实上呢这个游港仙她来头不少 她不但是2006年世界杯调酒大赛的花式调酒第四名 而且呢她还曾经荣获了亚洲花式调酒大赛的冠军 所以发生这样子遗憾的事情呢 这个劝架反而被打死的这个调酒冠军 会引起这个调酒界一片哗然 以上现场最新情况镜头交还棚内